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一起学习 也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招待 照顾 陈德在二十一年前 在我们静中学院学习 得到诸位法师 同修们很多的照顾 所以非常感恩 当时候陈德还没有三十岁 所以时间在过 很快 刚刚去看了一下 当初住的宿舍 都是二十多年前 所以也是提醒自己 时光飞逝 二十年很快 一晃就过了 自己呢 还有没有二十年 这个很难讲 这个世间无常 这个孩子很会配合 在重点的地方提醒 我们 佛门常说 但念无常 甚物放逸 尤其 我们晚课都有念 普贤菩萨 谨重计 谨重计 世日已过 命意水简 如少水鱼 师有何乐 大众当情精静 如旧投篮 但念无常 但念无常 甚物放逸 我们现在念这一首祭 可以换一个字 四年已过 因为明天就是除夕了 尤其中年之后 感觉一年再过 非常非常的快 好像2022年 才刚有点熟悉了 他又离开自己了 迎来2023 师长蒋经有提到 二十岁以前是春天 二十岁到四十岁是夏天 四十到六十是秋天 六十到八十是冬天 一年再过两天才大年初一 刚好现在还是五十岁 刚好是中秋 再过两天就过了中秋了 像我们是从事教学工作 那讲经不能了生死的 这个佛号要能真心切愿 临终提得起来 才能了生死的 而且我们讲经教学 是一条险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内的烦恼太多了 那是以成德为例 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 跟师父上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学师父上人 学他老人家的纯心 心量 可不能向上学 向上学变成着相了 万法因缘所生 这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这一句话 已经含涉一切境界了 没有哪一个人事物 不是因缘所生 所以我们能深刻体会 万法因缘生 我们就懂得 怎么观察一切人事物了 它都是因缘在发展 那师父上人 他的因缘 我们用心观察体会看看 真是太不容易了 首先 他老人家出生在安徽炉江 是清朝 同臣派 发祥的地方 同臣 苏臣 如江 这三个县市 等于传统文化 到了民国初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最晚 等于都变成了 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这个课本 像陈德以前念过的 开学 打开课本 小猫叫 小狗跳 我的书包里 有书也有笔 我有两本书 还有三支笔 从这个开始教了 缘分不一样 承德自己 翻开圣学根之根 看的第一句 自己就挺震撼的了 第一句是 一切严动 都要安详 时差九错 只为慌张 第一句就叫这个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我们传统的教学 教出来的孩子 十几岁 像小大人 很稳重 当然不是父母老师 高压出来的 高压出来 不自然 那是在父母老师 还有一个家庭学校的氛围 他自然熏陶出来了 走路不从容 讲话 凡道志 重且疏 物极极 讲话不要太快 讲话要清楚 物模糊 这个地质归算是家教的几大层 我们传统上学的孩子都有接受这些教育 所以缘分差异 所以缘分差异很大 你看孩子在传统十三四岁 可能四书 包含五经 他们都读诵 背诵过了 孩子的心 很单纯 他对 无形的磁场 很能感受 假如他能定得下心来 读诵这些四十五经 那对他身心的帮助 非常的大 所以师长 假如出生在 沿海的大都市 就没有读诗俗的缘分了 而且老人家 我们看 他的母亲 非常的贤惠 等于从胎教 师长就接受好的教育了 读诗俗 包含当时候 所处的 对日抗战的年代 感受到 同胞之间不分彼此 共赴国难 他们逃难的过程 百姓看到了 都会帮助他们 我们去感受 在这样因缘成长 所以师长 十三 四岁 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就想着 怎么 照顾老百姓 所以老人家本来的志向 是要重振的 后来是遇到张家大师 但是张家大师 引导师长 你当官是个好官 你能够保证你底下的人 都跟你一样行得正吗 这个就不好掌握了 那就劝师长 学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学 利益的众生更多 甚至于是更长久 我们跟师父上人 结了这个师生的缘 这稀有难逢 我们也要用心去体会老人家的一代实教 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以至对后世的重要性 我们当地只能体会到 才能配合他老人家 将佛法 将传统文化 将他老人家旧式的理念 能够更加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当地只应该要思考的 当地只我们传统当中有一个榜样 严回夫子 严回 跟夫子他们有一次在匡地遇难 大家走散了 生死未补完 结果呢 严回迟迟迟没有回来 所有的人都到了 后来 严回终于跟大家会合了 孔子看到 太高兴了 脱口而出 我以为你死了 当下颜回马上回应一句话 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你在 弟子怎么敢死 怎么敢先走 我们从这一句话 体会到 颜回他身为弟子 他非常清楚 他老师对这个时代 跟后世的重要性 论语当中就有提到 遗风人 要见孔子 见完孔子之后 他说了 天下之无道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这一段话 天下无道很久了 老天将以夫子 他的行仪 他的教会 来警醒 来警醒众生 来树立 这个社会的 是非善恶 让人懂得判断 所以孔子 孔子后来三师书 定礼乐 坐春秋 铲铭异道 等于是这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靠他老人家 靠他老人家传承 所以后世读书人 赞叹孔子 先孔子而圣者 孔子之前有不少圣人 非孔子无影明 假如没有孔子 整理这些典籍 我们可能姚舜与他们 不认识了 他们的教会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能认识 孔子以前的 两千多年的圣贤文化 来感恩孔子 后孔子而圣者 非孔子无影法 孔子以后 这两千五百多年 也出了不少圣者人 但是他们都是 以孔子为榜样 来学习的 所以这一段话 就可以感受到 孔子的分量 对文化成传的重要 其实孔子也影响了 我们每个人 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他老人家的教会 包含我们每个家庭 能不能和乐 团体 能不能团结兴旺 包含 包含国家 能不能安定 昌盛 都不可能离开 他老人家的教会 而我们 观察师长老人家 在佛法所处 是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 佛法衰了 甚至都被误会成宗教 甚至是迷信了 老人家在佛灭渡 三千多年之后 发愿 学习效法 释迦牟尼佛 一身讲经不中断 我们想一想 佛在三千多年前 讲经四十九年 师长在三千多年后 讲经六十二年 佛陀那个时代比较难 还是师长这个时代 佛是现在印度 印度是宗教之国 只要是修行人 人家都理尽 三千多年之后 佛法被误会成宗教 甚至是迷信了 三千多年后 弘扬佛法难度 比佛陀那个时候都多了 师长还曾经 睡过火车站 在这么难的时代 他老人家坚持 学释迦牟尼佛 讲了六十二年 这太难了 这么难的因缘被我们遇到了 我常也跟同修说问 我们这一生遇到师父上人的教导 是我们成佛的机缘 成熟了 彭济心居士也说 遇到无量寿经 念佛法门 无量寿来 稀有难逢 这一日 尤其我们 更深入经典 更了解 出轮回 容易不容易 佛在经上比喻 要断见识烦恼 就像瞬间 把四十里的瀑布 截断 那这四十里 这么大范围的瀑布 那流下来的水量 很惊人 应该是比喻 我们五十节的轮回 这些见识烦恼 相续不断 抽刀断水 水更流 止都止不住 那到了末法 要能断见识烦恼 几乎 不大可能 这是我们所处的年代 黄念主老居士说 他老人家 我斗胆地说 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当然是指大臣佛法 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 西方净土 这一生要了脱生死 不可能 我们看到这一段法语 感受到黄老很慈悲 他开头说 我斗胆地说 他老人家是怕我们 可能修了老半天 年纪也大了 结果觉得不得力了 那再来修念佛法门吧 求生净土吧 可是一用功 可能没体力了 成德也遇过老同修 三十来岁就遇到佛法了 到了七八十岁 只要念佛就打瞌睡了 她的年龄 跟成德的母亲差不多 但是学佛 比我母亲早二十年左右 后来身体 不听使唤了 甚至有点老年痴呆了 所以假如这一位 同修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用功了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他后面可能身体的状况 就不会出现 就会重罪轻爆了 所以无量寿经当中提醒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假如身体好的时候 不精进 等体力衰了 要再用功 可能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在末法 要靠智力 要出轮回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我们看师长老人家 他通经 通教 光是华言经 宣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好几位高深大德 提醒他老人家 要讲这一部经 我们看到老人家 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最后他钻红净土 尤其八十五岁之后 依黄念主老居士的大经节 一天讲四个小时 讲一遍 一千两百个小时左右 讲了四遍 给我们表演了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西方极乐世界 善导大师也说 释迦所以心出事 唯说弥陀 本愿海 善导大师是 阿弥陀佛在来 所以这些祖师 包含佛陀 包含师父上人 他们都是一起配合 来成就我们每一个弟子 所以他们所说的 他们所表演的 那我们当弟子 我们得很用心的去听 他们所表演的 我们得很用心的 去观察 陈德也跟同修们 共勉 老人家 亲亲的讲 我们要重重的听 比方 师长常常说 师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佛法是师道 所以假如 我们自身 包含我们的子孙 没有把孝道的根 扎下去的话 那要能深入 佛法 深入传统文化 那不大可能 因为没有基础了 所以这一句话 假如我们重视起来了 那我们一定会把孝道 摆在第一位 我们听懂这句话 这个轻重缓急 我们自己的取舍 就不一样了 所以师长 尤其晚年 讲经教学 每一句话 都是他一生 修学 一生教学的精髓 跟我们河畔脱出 所以我们听经 一定要是如凭得宝 来领那 这个听经 成德自己检讨起来 刚接触师长的经教 非常欢喜 感动 有时候听经 听到触动触 忍不住起来 给老人家顶礼三拜 感激不已 过了几年 听经 听经好像 这个恭敬心 自己又退了 那师长有 将华言的教义 点出来 一及一切 一切即一 假如自己听经的态度 退了 那很可能 全部都退了 因为自己的心 在听经的时候 会起这个作用 在其他的地方 这个心 也会起 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所以从这些细节 自己 对师长教会的 恭敬心 退转了 所以师长 又给我们表演 视线 圆集 在去年 七月二十六号 师长 效法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留在世间 是慈悲 释迦牟尼佛 涅槃 也是慈悲 我们不能用感情 自我的感受 来跟佛陀学习 来跟善知识学习 我们得体会他们的用意 佛涅槃 视线无常 好多弟子 警醒 勇猛 精静 就正过了 以谁为榜样 为代表 阿难 阿难 尊责 佛法当中 每一个人物的表法 都是为了 每一个弟子 能不能成就 而表演 我们不能辜责 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苦心 不止佛家如此 辅家义如此 在《起世界经》当中 有提到 世界中 释远负 释迦牟尼佛 前两大菩萨 于震担方向 教化 这一段经文 陈德是刚好看了 有名颜硕大师 万善同归吉 里面有引了佛经的这一段话 印度的震旦方向 震旦是东北西南方向 就是指神舟大帝 所以孔子跟老子 是释迦佛派来的大菩萨 那请问孔子的十大弟子是谁 都是菩萨来配合这两大菩萨 启发我们中国人 我们颜黄子孙的善根 让大臣佛法来到宗土 大家都已经有根基了 都是一起来配合的 我们能体会到 那我们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佛陀佛陀还有十大弟子 孔子老子 还有孔门这些十大弟子 甚至于在延伸开来 我们尽忠十三祖 这些祖子代代沉传 哇 那这个恩太深广了 我们时时念恩 我们就不懈怠了 我们就会静静了 这个念恩的心 跟我们当身成就 是密不可分 是关键 无量寿经第二十四品 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都有同样的一个条件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发菩提心 是三倍都要具备的 那我们静忠十一祖 显安大师慈悲 他有一篇教导 劝发菩提心文 知道我们菩提心 怎么发出来 这一篇教诲 对我们静忠学人 非常重要 我们要能常常读诵 那菩提心呢 是我们本有的 真心呢 但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 因为万法因缘生 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果 哪些因缘呢 大师说到了 首先呢 念本师恩 没有离开念恩 释迦牟尼佛 已经是第八千次 来到我们娑婆界 度化我们 大师的教诲当中 还点出来了 佛菩萨是生生世世 谁主与我 心无战舍 这是真的 因为 佛菩萨是同体大悲 随时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状态 一有机会 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 就加持我们 甚至于是 化成 化身 化成同类身 甚至于 是这些万物 我们看禅宗 很多人开悟 可能是一颗石头 的声音 一片落叶下来 他突然开悟了 那个都是佛菩萨 观察时机 来度脱他的 我们假如能静下心来 其实佛菩萨 有很多 他视线 都在点化我们 像 无量寿经当中提到 落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死 我们现在是正法灭死 末法时期 当有众生 植诸善本 以成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加威力固满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诸位 大德同修 念到这里 大家头皮 有没有发麻 我们闻到这个法门 是无量诸佛在加持我们 有彼如来 有彼如来 加威力固满 才能得到这个广大法门 我们假如不好好珍惜 好好念佛 那就辜负了无量诸佛的加持 更辜负了自己 以成供养诸如来的 善根福德 所以任何事 都没有偶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一生 遇到师长 他老人家劝我们念佛 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 这个不是偶然的因缘 我们以成供养诸如来 得到的因缘 应主曾经有讲到了 他在那个年代 战乱 有一个孩子 在祈祷 一个小孩 大师看他很可怜 就跟他说了 你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就给你一文钱 他都已经很饿了 他不念 大师很有耐性 你真的念了 就给你一文钱 他就可以马上去买东西吃了 讲了好几次 他都不念 最后他就哭了 还是不念 所以能欢喜念佛 是难得的缘分 所以我们从佛经 从祖师的教诲 我们更了解佛菩萨 他对我们的慈悲 对我们的爱护 我们这个念本师恩 念佛菩萨的恩 这个心就越来越强了 我们能念恩 这个心就是菩萨 这个心就是菩萨 念恩多了 就把愿忘了 所以人与人相处 我们的心是处在菩提心的状况 一念愿 烦恼就上来了 师长有讲 我们学佛是心去做佛 念恩 这个是菩提心 跟佛道相应 我们念愿 这个是轮回心 所以师长 佛陀给我们的教诲 就是让我们认识真心 用真心 不能再用忘心 再用轮回心 佛一代识教 从理上讲 不离心性两个字 直到我们真忘 师长说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忘心 因为轮回心 是搞轮回业的 他老人家教诲的慈悲 我们用心去感受 都能感觉到 老人家知道菩提心是修行的重点 修行的主帅 怕我们不容易理解 按照大臣 按照大臣起心论 按照观无量寿经 谈菩提心 把它融在一起 用我们很能理解的词语 让我们体会 就五心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真诚 菩提心的体 清静 平等 觉 自受用 慈悲 他受用 那我们就很容易 关照自己的心 跟这五心相不相应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道就是真心 我们办道 这个真心 不可虚于理也 心用不对了 不怕念习 只怕厥词 才有个贪念起来了 赶快阿弥陀佛 把它调伏下去了 有点情绪上来了 赶快阿弥陀佛 把它转掉了 所以 从师父这些教诲 都能体会 他老人家的善巧 方便 包含师长提到 祖师的重要教诲 怕我们不够重视 比方 印光祖师 教诲我们最长的 十六个字 敦伦敬佛 敦伦敬佛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师长怕我们不够重视 把这十六个字 加了字 敦伦敬佛 是大道 大道 我们要修道 不能忽略了这个大道 印光祖师 也说 纵使是达摩祖师 再来 他的教化 也不会超出 敦伦敬佛 跟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那就代表 敦伦敬佛 太重要了 师长也提到 我们学了佛 假如家庭 更不合 那学错了 这些话 我们都不可以 划过 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净土法门 是大臣佛法 大臣佛法 是要 广度众生 但是假如 我们对自己 最近的人 我们都提不起 慈悲 爱护 那要去 爱护更远的人 那就 说不通 净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则 就像鲁家 重视这个赤地 生修 而后 家企 家企 而后 国制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他家里的孩子 他都教不好 能够去教 能够去教化 天下人的孩子 不大可能 这个赤地 我们不能忽略掉 所以师长 所以师长 为什么那么强调 扎三根 没有这个修身 齐家的基础 要行大臣 菩萨道 这个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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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养育教育 这恩 那我们又了解到 我们在长节轮回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黄连老爷说 很可能我们过去的父母 现在在地狱受苦 那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就不能懈怠 懒惰了 我们可能每一天 好好修行 把功德回向 就像静修节要 第三十二拜 现在身中 即生生世世 这些 家经眷属 渊经等重 顶礼三宝 求爱忏悔 普代法界众生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同身净土 同缘种子 一心待味 生生世世 即现在身中 父母师长 六亲眷属 渊经等重 那我们念这些经文 我们要从真心当中 念出来 那我们的心中 就有今生 跟过去生的 这些眷属 包含老师 有缘众生 这个是念父母恩 再来是念师长恩 菩提心文当中说的 若无世间 师长 则不知理义 我们没有世间 老师教导我们 那可能理义廉耻 我们不懂 若无初世世长 则不解佛法 因为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那不知理义 则同于义类 我们假如不知理义廉耻 很可能我们的行为 就跟动物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也是 孟子讲到了 饱食暖衣 异居而无教 则静于禽兽 吃得饱 饱穿得暖 可是不知道 人生的意义 不知道伦理道德因果 可能行为 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比较衰落了 一年堕胎 大概五千万 这是有记录的 没有记录的 可能要翻一倍都有可能 而且很大的部分 是未成年人 那得了人生这么尊贵 可是不懂 做人的道理 造的都是地狱的夜报 所以我们当父母 老师 长辈 很有责任 要把文化传给子孙 因为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他不能没有灵魂 他不能没有灵魂 那我们没有出世师长 那我们就跟世间的一样 搞轮回了 我们是遇到师长 我们知道 万般将不去 轮回路闲 轮回太苦了 我们要跳出轮回 我们要求生净土 就像成德自己 假如没有遇到师长 那就追明逐利去了 现在还有没有活在世间 很难讲 大家看我的人中很短 本来就是短命的 所以当时候我听说 好像成德讲课的资料 刚好传到澳洲 那时候师长在学院 好像老人家一打开来看 就说短命相 师长他们慈悲 让我们这些弟子没有福报 可以多修一些福报 这些都是良苦的用心 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们的栽培 确实是体贴入围 无为不自然 记得好几次 自己的状态 也是比较低潮 老人家就写墨宝 然后拿给弟子 一打开来 眼泪就下来了 好像老人家都很理解 我们弟子的心 写的墨宝 都能让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 提起正念 师长写墨宝 都是为我们每个弟子写的 都把修学的重点写下来 这个也是我们弟子要体会 要去珍惜 所以这个是念师长恩 包含念师主恩 念众生恩 我们一个学院 这么多法师 干部们 大家一起 同心协力 来成就这个姻缘 让这个姻缘 能上轨道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末法当中 办佛事 办弘扬传统文化的事 都很不简单 自己参与工作 算二十年 体会到了凡世讯说的 善事常义败 善人常得棒 那我们能体会不容易 那我们就要多念恩德 我们就要多换位思考 老祖宗的六十四卦 大家应该比较听过一个词 叫匹吉太来 老祖宗 他从天地的现象当中 取了六十四个像 来指导我们 我们有这个中华文化的基础 学佛很契合 你看佛家特别讲的要表法 那四大天王拿的器具 都是表法 包含我们供水 供花 典香 全部都是表法 那我们中华文明就很能去体会 一切人事物对我们生命的启示 他们在给我们表什么法 我们中华儿女是受了这样的文化 这样文化的DNA 所以我们学佛法很香气 这个也要感恩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这个匹挂是不好 匹挂是天地挂 太挂呢 太挂是地天挂 那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天站在天的角度 地站在地的角度 各说各话 没有办法沟通 不沟通就越来 彼此的隔阂就越大了 所以老祖宗说 见面三分情 是吧 要见面沟通 当然不是见了面 来 坐下来 我有话跟你讲 这个人家马上身心紧绷了 怎么谈呢 来 喝杯茶 泡一杯茶 首先这个茶香味 能够让精神放松 所谓茶禅争味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 这个茶也是一种文化 大家先喝杯茶 你帮他服务 那个感觉就很舒服了 喝几杯茶 首先先关心关心对方 他的家庭 调剂人情 发明示力 这个言语本身先后 之所先后 这个也很重要 而 这个不是话术 这些教诲 都是我们老祖先 他们真心带人 他们真心带人 总结下来 处事的这些毅力 所以我们不是学那个言语的像 我们是 体会到他们心地的柔软 体会到他们面对一切人 他们都能提起 他们都能提起 体恤对方 关心对方的心境 我们听老汉讲经也要这么听 他老人家言语背后的存心 他言语背后 他是怎么做人 怎么处事 这个都可以体会到 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要听懂老上教的 我们还要看懂他的表演 那行人看门道 才知道他老人家 是怎么把佛法 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介乎的 我们能观察到了 我们才能去效法他老人家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 就要学得像他老人家 我们不能打着他老人家的名字 结果我们做人做事 跟他老人家都不像 老人家也是像孔子一样 温和 善良 恭敬 节俭 谦让 我们不能说我们都是跟着老上的 我都可以当面跟老上请示的 可是处事很强势啊 那这个道场人家 不是很相应的 想离开呢 还会威胁人家 哇 你离开我这里 你会下地狱的啊 你不能打着老上的名啊 做人做事跟他老人家不相应啊 这个会让大众啊 对佛法甚至对老人家的信心啊 都受影响了 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 遇到老儿上 我们是要同生极乐果啊 一切皆成佛啊 不能在里面夹杂搞迷恶立养啊 这个就太冤枉了 所以我们跟他老人家学啊 我们就要向他老人家 这个学有效法的意思啊 我们从传统文化来看八德 整部四库全书啊 都在诠释八德 谈到孝 师长有说啊 我牺牲生命啊 都要把中华文化沉传下去 这是老人家对祖先的孝心啊 那老人家也成就了他的母亲啊 往生极乐世界了 他老人家怎么柔软的 去照顾母亲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可以学习到啊 他老人家对他的母亲没有丝毫的要求啊 都是实时实体恤母亲的不容易啊 在香港 师长 几十年相逢了 重聚了 师长问母亲啊想吃点什么 老夫人想吃点鱼啊 老人家马上交代一下去 我们要去体会师父的心哦 师父实时都想着 自己的母亲啊 他为家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啊 就一个小小的心愿 怎么可能当孩子的不去满他 老人家的愿呢 所以师长对自己的父母没有要求啊 没有用道理去要求啊 可是我们假如不注意自己的心念啊 我们很可能会用道理去要求父母 要求家里的人啊 这样无形当中就会给他们压力了 所以这些都是师长给我们的表演啊 我们能观察清楚啊 我们去笑话 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大善知识太难遇到了 普贤型老人家怎么落实的 菩萨式的老人家怎么表演的 就像师长在新加坡讲华言经 华言经 世事无碍啊 而我们这个世界很棘手的问题啊 就是宗教跟宗教之间啊 不能沟通啊 甚至还冲突啊 师长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把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 老人家不只讲华言经啊 他还把华言表演给我们看了 我们能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缘啊 我们怎么珍惜这个缘 要把它学起来啊 所以法华经说到了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善知识 对我们学佛的因缘啊 它是第一重要 所以法华经说 大因缘 在所有的因缘当中啊 最重要的最大的 就是我们医子的老师啊 我们只要医教奉行啊 万修万人俱啊 一个都不会落掉 师长62年呢 讲得非常的圆满 然后又表演给我们看啊 老人家的T 对待他自己的弟弟 无畏不自然 包含老师的学生 老师的孩子 都当亲兄弟一样爱护 方教授的孩子 师长都想方设法 希望接他到香港来照顾 包含自己亲眼所见 周邦道校长的儿子 我们英国汉学院周顾院长 他到了兰彼得 我们看师长 对他的关心照顾 都可以在老人家的表情 动作当中感受到 周顾院长还没到啊 都已经交代 多买一些衣服啊 生活用品啊 都是亲自交代啊 这一份T啊 延伸到对自己老师的后代啊 包含 这个中 2020年的春节啊 这三年前 老人家到 马来西亚 马六甲的京涩啊 过年 大年初一 跟徐晓明老师 通了个电话 我们刚好在旁边 从头至尾啊 都在谈国家 谈文化的沉船 都把整个国家放在心上 把世界人民安危放在心上 尽全力啊 宗是尽己之为宗 九十多岁了 还有一年了 飞欧洲啊 三四次啊 年轻人啊 都有点受不了了 更何况老人家九十多了 那我们当弟子啊 要体会到啊 我们假如不用心体会 甚至还 说 干嘛跑那么多趟啊 何苦呢 那就不能理解 师长的用心了 不能理解啊 还会有看法 还会有误会哦 这样对老人家的恭敬心呢 就会减退哦 我们对老人家恭敬心 减退啊 我们自己的道业 因缘啊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有同学说了 办汉学院干嘛跑英国 那么远去办啊 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对老人家的恭敬心 会不会影响啊 老人家从出家之后 就把培养 红传人才放在心上啊 一辈子都没有忘啊 显然在我们这个年代 因缘要聚主 多难啊 九十岁 英国汉学院才创办 跑那么多趟啊 老人家的心境啊 不忍众生苦啊 不忍圣教衰啊 而且 老人家是觉得 以他的威望 有一些事啊 他能做啊 别人做不了啊 可是这些事 却对众生很重要 哪怕他都九十几岁了 他都不吃劳苦去做啊 就像老人家到联合国 那么多大使信任 甚至会请教他 内政的事 国家的事啊 我就曾经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 工作人员进来了 不好意思 要清场 待会有个大使 要来问他国家的内政问题 我们不能听 当然我没有不高兴 我当下想到什么 哎呀 师长 现代孔子 你看孔子走到哪个国度啊 那个国家的问题啊 人家就来请教他了 因为呢 这个国家的这些负责人啊 他们知道来请教孔子啊 很安全啊 不会被说出去的 那是人家国家 这些重要的领导者啊 对孔子的信任啊 那一到两千五百多年之后 也是这些国家的领袖啊 对师父上人的信任 而且语言不同啊 都能够让他们这么信任 师父上人 那是老人家的德恨啊 成德看了 在我们学院办的 师父上人的追思 法会 那么多各宗教的领袖 他们在谈着 师父哪些教诲 对他的影响 甚至于是初次见面 老人家那个谦虚 给他的感动 当时我听下来都觉得很惭愧啊 人 其他宗教的 对于啊 师父啊 比我还尊敬啊 我还不如他们啊 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啊 我们汉尼夫先生 好像在香港 甚至于在其他的国度啊 亲自给老人家汇报工作 那个汇报恭敬的态度 我看了都惭愧啊 所以 师长 两股用心啊 我们要体会到啊 他珍惜他老人家的 因缘 威望 能多替众生啊 多做一些事情啊 这个是对国家民主 甚至是对众生的忠心啊 老人家的愿 是希望把中华文明啊 能够红传到全世界 我们假如以全世界的角度 四大古文明啊 只剩一个了 现在全世界 问题很多啊 从个人身心有千千结啊 身体癌症那么多 癌症也离不开 心情啊 情绪啊 十九世纪啊 最严重的 是心脏病 二十一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啊 是忧郁症啊 而且这个比例 蛮高的哦 有一些国家这样统计啊 可能都有百分之六七左右 一百个人里面了 六七个 而且这个数字在 快速往上升哦 忧郁症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行程的哦 它长期 可能心情啊 郁闷 烦恼 叽叽叽叽了十年 二十年了 它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啊 佛法 传统文化 对我们现在每个人 每个家庭 刻不容缓啊 好多家庭 这个 离婚率啊 有一些地区高达七成 我们教过书的人 看到这个数字啊 都担心啊 一个孩子没有很安定的家庭 成长的话 对于他的人格 心灵啊 影响非常大 好 那假如我们的家庭不稳定啊 那下一代不好了 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呢 所以师长这样不辞劳苦啊 就是希望这个圣教 能利益苍生啊 那现在全世界受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影响 这不是一个地方啊 全世界 只要网路能到的地方 这个时候要显正破邪啊 所以我们念着师长的恩啊 知恩要报恩啊 怎么报 众生欢喜啊 佛菩萨欢喜 师父上人欢喜 我们以师智为己智 来报这个恩啊 思想的志向 就是弟子的志向 那我们刚刚提到师长 走到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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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合园呢 有一次师父回来了 因为走到六合园呢 那个路是小道 车子进不去的 那才差不多三十公尺吧 很短 那师长走进去 路上遇到几个小朋友啊 师父说了 你们很乖啊 明天给你们糖吃 结果师父一进六合园 第一件事就交代 赶快去给我准备糖果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忍识准备了 你看师父上人 他对一个小朋友 他都这么礼敬啊 这真的是礼敬诸仆 自己答应的事情 凡处也信不一些 一进门第一件事马上交代了 信 礼 礼敬啊 这个也是发生在我们学院的 有一次有一位导演 女导演 来参加法会 老和尚是在 亥妃有接待她的 他到了 师父上人亲自给他介绍环境 还有万幸祖先纪念堂 意义在哪儿 我们看到整个老和尚 待客之道啊 每一天回到住处了 吃完饭了 就跟他交流 今天听到什么 结果十天下来了 这个女导演 没学佛 十天下来了 提出来了 老和尚啊 我可不可以皈依啊 对人的礼敬啊 让对方 很感动啊 主动提出来 她要皈依啊 师父答应了 师父一答应啊 这位女导演 气质非常好 应该也是六十岁的人 师父一答应啊 她的眼泪啊 就没有停下来 陈德 这一生 唯一看到 老和尚拿影庆啊 大一拿影庆啊 亲自为她皈依 所以对人的礼敬啊 感人可以感人到 自身之触碗 这是老人家的礼敬 义 师父给我们表演的是 道义人生 他老人家的道义 人义 情义 恩义 结义 老人家也很有节气的 跟联合国办活动 联合国不赞成各宗教去祈祷 老人家也是 你们干和平是假的 我不干了 我退出 有为有守啊 也不是烂好人 该坚持的原则 不能马虎掉啊 我们想起 老人家的情义 瓦西德总统 跟师父是好朋友啊 师父都 快九十岁的 亲自到他的故乡 去祭祀 去怀念他 这都是我们的榜样 联齿 师长卫生子都用好几次 非常的节俭 简以养联 那齿 师长在讲经当中 多次都提到 佛法 传统文化 衰了 是我们的责任 支持 敬乎勇 不怪别人 怪我们自己 要勇于去承担 那这是老人家 八德的表演 包含菩萨 士德 随缘 妙用 老人家参加联合国的会议 多次发表主题演讲 把中华文明五千年 怎么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道理 讲得很清楚 专家学者说 是理想 做不到 老人家遇到这样的缘 妙用 并没有沮丧 也没有消极 反而更积极地面对 现在世界最大的危机 不是粮食 不是自然危机 信心危机 因为人对圣教没有信心 他就不可能去学 那他不学了 就不能解决 现在这些种种的危机了 那信心有了危机了 怎么办 现在的人多学科学 你得做实验给他们看 师父上人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积极乐观 灵畏成功找方法 不畏失败找结果 而这个妙就妙在 不退缩 勇于承担 妙就妙在 一定要给众生 走出一条出路来 所以得把实验做出来 所以师长说 他在炉江 办传统文化教育 是联合国逼出来了 这是不是随缘妙用 证明了 人之初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这个妙用 而且师长是 威仪注持有责得 他是身教 给我们看 他很认真的 做榜样 他老人家付出 都是给我们带头的 那柔和直指设身得 那人家在这个因缘当中 都不断劝勉我们学生 要承担起来 我们不承担呢 那这个实验 没有做成呢 那世间人就不相信了 我们要有啊 执许成功啊 不能失败的一个决心 那普代众生受苦的 就很有耐性 老人家教学都没有间断 很有耐性 甚至都亲自到了炉江 来互念这个因缘 其实这个菩萨士德 我们能领纳了 我们面对任何问题 都可以用这个菩萨士德来解决 一定可以解决得了 假如有同修遇到问题 觉得这个菩萨士德不能解决 那我们再好好交流 你们要找我 你们假如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我讲的话就讲不对了 那我就要负因果责任 那这个因果可能不好玩 就讲错了就要到善恶道报道了 所以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当然我们对佛法有信心 菩萨士德 一级一切都可以用在一切境缘里面 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我们学善知识要学他的心 不能只学相 就像我们出来弘法也不能只学相 我曾经也听到同修 他们在副讲牢上的教诲 讲的时候 这个语调跟牢上一样 表情要跟牢上一样 我坐在底下 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才三十出头 讲话跟八十几岁 所以不能着相学 在孔子那个时代 有一个人叫柳夏慧 这个柳夏慧是个君子 他有一次要进城 结果城门已经关了 天气又很冷 结果没多久 来了一个女子 眼看这个女子可能会冻坏了 所以柳夏慧就抱着这个女子 怕他冻死了 所以就传出柳夏慧坐怀不乱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辱国发生另外一件事 刚好下暴风雨 有一个女子 她的家倒了 这个女子就赶快跑到 最近的这一户人家 刚好是一个男子住的 她赶快敲门 雨那么大 赶快让我进去吧 这个男子是读书人 她就不开门 结果这个女子就说了 你怎么不开啊 人家柳夏慧都能坐怀不乱 你有什么好怕的 让我进去吧 这个读书人始终没有开 后来这件事传到孔子那里去了 孔子说啊 这一个读书人 是学柳夏慧学得最像的啊 我们想一想啊 从像上讲 像不像 一个坐怀不乱 一个连个门都不开啊 可是从心境上 这个读书人为什么不开 因为他知道他会忍不住啊 这样会毁了这个女子啊 他是为这个女子所想 柳夏慧也是为这个女子所想 所以我们跟老婆上学 也不能学像 老婆上到处飞 我们到处飞 铁定完蛋 老婆上有那个功夫啊 越飞境界越高啊 我们越飞心都乱啊 所以这个跟善知识学 这个我们自己真的要谨慎啊 所以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析了 老婆上所处的年代 他所受的家教跟学校的教育 还有他又遇到三个老师啊 都是当时台湾顶尖的大善知识 而且李炳南老师还跟了十年啊 我们现在外在没有那么殊胜的缘 我们内在的烦恼 比他老人家要多很多啊 那讲经不能了生死 一句佛号念得住啊 才能了生死 所以我们讲课的人 哇 那自己念佛 拜佛 读经 这些界定的功夫啊 自己要好好的下 这不是开玩笑的 曾经有一个讲课的人 在台上说 他是到处讲啊 他说我一年讲三百场啊 底下强起热烈的掌声啊 我们一听啊 冷汗直流啊 你说他哪有时间好好静下来念念佛 读经 要修界定啊 所以弘法的基础啊 是实修的功夫啊 这个都要自知之明啊 客观地来衡量自己的因缘 要像老和尚这样的大善之士 高深再出来啊 那没有两三代人 弃而不舍的努力啊 不大可能 我们现在念回向文啊 都祈求啊 老和尚赶快回来啊 那老和尚回来要有配套措施呢 谁做爸爸 谁做妈妈 是吧 谁来当老师教啊 所以大家发愿啊 这些愿都要发啊 你看这姻缘不容易啊 都要配合起来 才能成就一代高深大德 所以 像现在大众啊 信任我们 我们是带领大众啊 一起依止牢上的尖叫 假如 我跟这个人学说 这个想学的人说 你跟我学 我保证你成就啊 我就大忘语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还烦恼做主呢 佛法说明师受戒啊 明是什么 明白的老师 是过来人啊 我听有同修啊 给人家开三个条件啊 那是李老师可以开的 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开的 不是说我当老师了 我就可以开这三个条件啊 所以我们听东西啊 不能听到相上 有李老师的功夫 德恨 可以开这三个条件啊 那 成德也可以开条件 开什么条件 开我们一起守劳 上这三个条件 因为我们是同学啊 一起依止 明师受戒 因为 因为善知识是我们 这一生成就与佛的关键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我们跟着他的教诲 才能 跟着路啊 回老家 化导 令得见佛 他引导我们 一步一步啊 走回家 那我们 要成就自己 老实念佛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师长一直劝我们 分秒必争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那住修啊 是积功累得 断二修三 我们这个住修啊 跟着他老人家的 教诲理念 来为众生 做最重要 最急迫的事情 世间的好事有很多啊 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能真正帮助众生呢 离究竟苦 得究竟乐啊 那就是念佛法门啊 能帮助众生 面对当前的问题啊 可以解决 这一点也很重要 当他觉得佛法跟传统 不能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我们想想 他愿不愿意继续深入呢 就不容易了 所以师长有说啊 佛法管用 佛法最现实的 假如不管用 那我们学他做什么呢 那我们学他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得把圣教能够 能够引导大众 能解决他们 现前的问题 那他就会爱要正法了 所以师父上人说呢 群疏之药 是观世音菩萨 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 因为群疏之药 是唐太宗命未曾 朱大儒 依照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原则 去从 一万多本书里面 挑了六十八本 又是六十八本的精华 真的 现在所遇到 家庭和社会的问题 里面都有解决的方法 这个都是老儿上 为这个世间开出来的法药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那我们今天 要把这些圣教弘扬开来 论语说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不是我们有这一套书 圣教就弘扬开来 是我们弘扬的人 要把这些教诲 透过自己做出来 大众看了 有信心 现在离婚率那么高 结果你夫妻相处的 很和和 亲戚朋友看到了 羡慕啊 主动来请教你 为人演说了 就像师长 对世界开出的良方 就是推动 宗教与宗教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种族与种族 政党与政党 国家与国家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这是为这个世界 开出来的法要 我们当下就能做 尤其在澳洲 在欧美 夫妻可能是不同 种族的 亲人之间不同宗教 甚至于政党也不一样 那这个怎么融合 这个家庭里可以表发出来 师长的理念 其实我们当下 都能够表出来 那我们非常随喜 我们学院 这边种族宗教的融合 做得很好 2017年 那么多大使 亲自来了 看完很欢喜 回去 还给联合国写报告 那有这个榜样 才能让人家认可 所以师长也说了 现在对政法 对圣教最大的贡献 做出榜样来 个人身心 有个人的榜样 家庭 伦常关系 有榜样 夫妇 父子 兄弟 单位 有榜样 道场 有榜样 那宗教跟宗教团结 有榜样 相信 相信全世界就有信心 大众就有信心 像师长 推动宗教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宗教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了 就互相尊重 不会冲突 而且回归教育 这个宗教才不会让人家觉得 只有仪式跟迷信 师长都是为全世界在着想 而且也 以自己的身教 告诉他们 不用担心 没有钱 他老人家一个人 红法一辈子 那么多 大众在支持 最重要的是 要把经典 讲清楚 大众受用了 他就会 拥护 经典 拥护宗教了 这都是师父的身教 又到梵蒂冈去劝请他们 这个是 威仪住持的身教 又柔和支持 劝请他们 把梵蒂冈变成一个 天主教的示范 示范点 那我们 跟师长同心 将他的一代实教 我们 很好地来成传跟弘扬 配合他老人家 跟他老人家 同台演出 师父 对于佛教 有几个重要的理念 首先 为佛教证明 佛教 非宗教 非哲学 而为经事 所必须 阐明 人生 宇宙之真相 乃世人 所应积极学习之教育 为佛教证明 明正才言顺 这个明没有正过来 大家觉得是 宗教是迷信了 就不愿意学了 而且老人家 效法 释迷信了 教学 讲经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看到 师长 除夕 大年除夕 都 讲经没有中断 彰显教育 第二 师长 推动 辱世道 扎根教育 扎三根 地子归 太上感应篇 十三一道经 这一个理念 非常重要 护持我们 当身成就 我们认识了 建筑法门 那 师长说到了 观无量寿经 伪提西夫人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佛陀当下指导 三世诸佛 敬业正应 要从这里修起 以三福 为基础 尤其第一福 仁天福 我们做到了 就是 阿弥陀经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老人家考虑得非常周到 效养父母 落实在地子归 效养父母 奉仕师长 落实在地子归 所以地子归 入则孝 这个不只是对父母 对老师也一样 是这样的态度 当孝与佛 常念十恩 慈心不杀 若实在太上感应篇 十善业道 若实在十善业道经 那我们有了这个根基 又能够净土违规 不留恋世间 那各个都能成就 而且师长还提倡 建弥陀春 因为偶尔大师强调 末法时期修学 净色明四条 这四个纲领非常重要 第一 净土为归 第二 持戒为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戒里面的大根大本 孝清尊师 我们能把孝清尊师 在每个境界 能首先提起来 烦恼我们就扶得住了 把父母老师摆低 慢慢 烦恼就起不来了 持戒为本 观心为要 从起心动念初开始修 从根本修 最后是善有为依 要依重靠重 这个修学才能稳定 刚刚跟大家提到 经营一个道场不容易 那我们老祖先 这一个太卦 匹吉太来 这个太卦叫地天卦 天在地的角度上 去体恤 去体恤它 那地也到天的角度 去体恤 成德这些年 也有做领导 也有做下属 那我们能体会下属的难 这沟通起来就容易了 下属能体会领导的难 这就没有不能沟通的事情了 所以有弥陀春 有修学的道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学风 道风经营好 那成就的人就很多了 好 再来 传统文化的部分 老人家特别强调 学习汉制文言文 把文化承传下来 不能对不起老祖先 甚至于希望 把这个文明推展到世界 我们现在学院也是班 汉学班 多培养年轻人 不管是佛法还是传统文化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培养下一代重要 而且要从胎教开始 从小开始 所以师长特别强调 一条龙教学 少臣若天性 习惯臣自然 师长九十岁上下 最强调的是一条龙 个人的浅见 因为师长有说 跟我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财色名利面前 过不了关 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 我们体会体会 一个学生栽培了二十多年 染上财色名利 多遗憾的事 可是老人家更 积极的去办学 因为知道 人才一定要从小扎根 我们能体会老人家苦心 我们会尽力的来护持 所以传统文化方面 有提倡 记住 记孔 提倡一条龙教学 还有弘扬群俗武制药 还有劝请企业界 各行各业 把传统文化融到企业团体 这都是老让旧事的良方 为众开发障 往事功德保 因为一个人 他的成长 学习需要环境 以前是大家庭 现在大家庭比较少了 用企业团体 甚至是社区 能够形成这样的氛围 那就能培养很多人才 有20个企业 能把传统文化 落实到团体里面 可以把中华文化复兴 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起什么念头 从我的企业开始 从我的团体开始 好 那 师长 说得很圆满 演得很圆满 我们好好珍惜这一段师生缘 我们也深信 师长老人家一代实教的意义价值 我们以师制为己制 共同来承担 恶人同心 其力都可以断经 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法师 这么多大的同修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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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